那么清新社的主席孟卡兰 昨天下午3050分离世 享年97岁 那孟卡兰非常关注孤儿和贫困儿童 致力于社会工作长达74年 几乎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社会服务工作 而被尊称为大马特丽莎 那1926年出生的孟卡兰 创立清新社的初衷 是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失去父母和家园的孤儿提供庇护所 那尽管孟卡兰没有亲生的子女 但是呢自这个第二次的世界大战以来 他养育了超过两千名孩子 成为大家口中的孟卡兰妈妈 那孟卡兰也说 不管是什么样的肤色 不管是什么种族 妈妈给孩子的爱都是纯净无瑕的 他也认为爱是盲目的不分种族 宗教 肤色 信仰和国界 相信世界只有人类一个族群 只有公平对待国家呢 才能够和平繁荣